关永和TVB花旦是许多人青春时代的偶像 然而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他却尾山家给了一个没钱没名的穷小子 这名穷小子当时还是跑龙套的张家辉 许多年过去了 当年那个穷小子成了影帝 在大荧幕上大方异彩 而他也没有看走眼 这个男人依旧带他入出 悉心呵护 张家辉曾说 太太是我在娱乐圈最大的收获 张家辉是警察出身 80年代经朋友介绍进入了娱乐圈 就为一个新人 跑龙套对他的日常工作 演戏所得的薪酬 也只顾得上几餐盒饭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张家辉认识了关永和 在一次剧组一起吃三伙饭 因为服务生上错了菜 关永和端着盘子 一桌挨着一桌地问 这是张家辉第一次见到关永和 就喜欢上了他 两人因为合拍了电视剧《龙在江湖》 正式成为恋人 两人恋情曝光后 在所有人眼里 张家辉都配不上关永和 上个世纪90年代 关永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不断有事业上的差距 而且两个人的家庭条件 也相当悬殊 因为压力过大 张家辉一度濒临崩溃 想过放弃 但是在关永和的心中 张家辉是那个对的人 他劝他留下来 事业可以重新开始 关永和给了张家辉 非常宝贵的期望和自尊 2003年两人结婚 2006年女儿张童出生 有了家庭后 关永和义无反顾地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家庭 2008年 张家辉主演了警匪片证人 凭借该片获得了 包括金像奖和金马奖 在内的七个影帝 之后更是成为了影帝专业户 从此 他再无需向任何人证明什么 因为成绩足以说明一切 出道多年 张家辉并没有过绯闻 被狗仔拍到的都是一些 陪老婆逛街 带女儿玩耍的画面 张家辉曾说过 老婆比我更辛苦 所以我要更爱她 在我们家 太太是最重要的 她会把赚来的钱 全部交给老婆保管 对于关永和一向是要求必应 这个男人用她的努力 给了妻子最好的爱与呵护 优优独长 优独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